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讓理財大亨來教你 大家好 我是劉函竹 10月的最後一週台股的表現 到底能不能讓週線是收紅 月線能收紅還是收K呢 就看這一週了 馬上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古七龍哥 蘇建峰老師 函竹好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陳陳老師 函竹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今天 這個台股市城縣開低走高的趨勢 一開始其實是跌了近百點左右 讓大家有點心慌慌 不過中午過後開始急拉 最後我們看到 這個是上漲了5點5點 收在16894 成章量還是感覺不太夠 是2666億元 不過三大法人今天都很捧場 來看三大法人的籌碼面 合計是買超了52.19億元 外資買超47.07億 投信小賣2.09億 自營商買超7.22億 無論如何呢 我們的日線日K線是終結連黑啦 上漲5點也還不錯啦 那麼上漲5點 我們這時候工程要找誰呢 之前每次都是找戰犯 那麼這次的工程 反而是我們的航海王 航運股佔比升溫 長榮今天又是盤面上 大家資金一直去追捧的焦點 三雄佔了大盤的16% 除此之外呢 這個IC設計龍頭 聯發科也穩住軍心 讓台股呢 並不是繼續收黑 而是拉了一條下影線 另外呢 我們一直在不斷強調的電動車 還是看竅 今天的電池三雄 哇 全部三檔喔 都是漲停鎖住 除此之外 鏡頭也還不錯 那麼我們之前 也一直提到的載板啊 像是欣欣景碩 大家都會背了 今天表現也是很強勢 那麼航運跟鋼鐵 究竟是不是短短反彈的 一日行情值得觀察對不對 對 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啊 我們現階段盤面上的主軸 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電子的成交比中 還是在63% 對 所以說基本上這個資金 還是在電子股上面 是比較明顯 那當然 剛剛韓主有講到 今天航運終於不是戰犯了 它終於不是戰 你看它漲幅來到3.88% 其實算是滿高的一個情況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新年航運股的第一天 去做一個止跌 去做一個反彈來講的話 我認為一樣 我們按照操作紀錄 最短最短再多看一天 好不好 再多看一天 等到它明天真的 又確定站上今天的高點了 正式的止跌的話 那時候你可以去搶個短 如果喜歡做的人 當然你不喜歡做就不要再去搶了 我寧願告訴大家 你去搶電池也好 你去搶清晰跟錦碩也好 你不需要去跟著 讓航運躺渾水 除非說你真的很喜歡操作防運 那趁它正式止跌的時候 可以稍微去搶個短 可以稍微去搶個短 但是一樣要等到明天 才可以去做一個確認 會比較安全好不好 那鋼鐵骨骸大概也是差不多 航運跟鋼鐵 其實現在也是難兇難替 難兇難替 所以原則上來講話 我還都是會建議大家多看一天 會比較保險 那原則上來講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 我們在看這個台骨來講話 今天其實盤勢震盪很大 開高走低又拉高 幅度很大 所以它是收了一個 有下影線的紅黑棒 當然這算是一個多方的支撐 算是不錯 算是非常好 那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台骨站上16771之後 就是一個W底型態 這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只要沒有跌破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就在這邊 16328 沒有跌破 都是多方趨勢 這個都沒有任何改變 那目標呢 也一樣 都沒變 是17214點 都沒有任何改變 那目前來講的話 季線反應慢慢下降 所以它目前已經來到了 17058點 所以說 在季線這附近 稍微去做個震盪洗盤 稍微去做一些清洗衝碼動作 我認為這是非常正常 對 非常正常 大家不要太過害怕 那原則上只要把握住 沒有跌破第二隻腳 都是多方趨勢 好不好 那但是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一直說 盤子震盪的時候你就冷靜 冷靜去看籌碼的穩定度 或者說你看法蘭在買什麼 那它一直在買的個股 後續上漲的空間跟機率 都會比較大 那當然啦 你還要去挑 對的一個產業趨勢 例如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半導體產業趨勢 是一直往上的 沒有問題 那再來我們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講 電動車的產業趨勢 也是往上的 也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你從這裡面 這些產業去找一些投資機會 我認為你的勝率就會更加提升 例如說我們一直跟大家講電動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電動車商機無限大 那我們之前就有講過 其實這是一個全球政策 它歐洲環保法就是對CO2排放 就是嚴格的一個控制 這是嚴格控管 反正就是 你就是要越來越少就對了 所以越來越少的情況下 各家車廠就是要去推電動車 所以我說電動車的銷量是百分之百成長 這個就一定的 那我投資沒有百分之百 但是電動車銷量百分之百會成長 因為你不可能跟政策對坐嘛 就已經不讓你碳排放 我還說我要繼續做燃油車 怎麼可能 而且會被罰錢 而且這個罰款是天價罰款 天價可能車廠都會倒閉那一種天價罰款 所以各家車廠一定要做電動車 這是一定的 所以我敢說電動車銷量一定成長 好不好 一定成長 那基本上來講話 中國也是一樣 它的政策也加速了電動車的發展 所以在2025年 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成長率可能會到達400% 你看這商機多大 400%的成長 嚇死人 因為之前其實歐洲是最大的一個 電動車國 但是現在是歐洲 歐洲因為它政策太過嚴格了 它天價罰款 真的是天價罰款 所以它的銷售來講話 現在是歐洲最多 然後第二個就是中國 那電動車來講話 主要簡單跟大家講 對 這張圖很重要 很重要 它就分成兩大系統 一個是動力 一個是什麼 電力驅動 那動力最重要是誰 電池 電池 它佔成本一台車可能三到四成 成本都在電池車上 那後面誰在動 就是馬達在動 就很簡單 那其他就是 像BMS都是這些系統 就是管理系統 都是一些管理系統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功課 那我們今天還是最主要是講 成本最高電池方面 那我從上到下 產業的從上到下 告訴你為什麼 一定要著重電池 第一個 電動車的成本 結果我剛剛講到 電池佔你看38% 對 基本上是達到35%到四成 所以基本上 一台車一定要有電池 電動車嘛 不然就是模型車 要不然就是模型車 要不然怎麼叫電動車 所以一定要有電池 那電動車我剛剛講到 銷量百分之百會成長 是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電池銷量當然會成長 因為電動車一定成長 電池當然會跟著成長 這是一定的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話 再來給大家看一點 電動車有一個優點 現階段 之前發展不起來 是為什麼 電池太貴 那因為我說的 電池是佔三到四成 那以前電池太貴 根本 你車廠投入的一個 利潤是什麼 利潤不高 但是現階段 電池的成本已經開始下降了 所以它有加速了 電動車的買氣 因為你看電動車價格模組的價格 從2010年看這麼高 1183美元 一直降降到多少 預估2023年剩下101 成本的下降 電池成本的下降 一定會帶動車廠 加上還有一點是 電動車會越賣越便宜 因為成本下降 做一台車成本下降 所以電動車的銷售價格就會下降 那當然車子一定是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多人會換 然後市場接受度就越高 要不然你說像特斯拉一台要300萬 當然人家要換的一元就不高 所以原則上來講話 電池成本下降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那剛才講到 電池成本降低的話 電動車的銷量5倍以上 就剛才這剛才也講過了 那所以說我們總結 電動車的銷售成長 跟續航力的提升 剛才前面其實有講到 續航力也慢慢提升 也就是說電池技術越來越好 提升來講話 造成電動車電池 電池的需求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你看電池的出貨量 我們就用G瓦來算 2018年我們簡單算它200就好了 200G瓦 你看到2025年預估多少 將近1400 是 所以這個是幾倍成長 7倍喔 電動車是成長4倍到5倍 但是電池 因為一台車可能有很多顆電池 電池的數量是成長7倍 那所以說這種那麼高的成長率 當然是帶動整個電池去做成長 那我有講過中國的電池在全球市占 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我們看全球市占的前三大 電池前三大 第一個就是中國寧德時代 第二個是LG能源 再來是松下 三家合計就將近70% 那寧德時代就占了24% 所以而且它就接到特斯拉單 講最簡單 因為特斯拉現在就是最大的 那它就是特斯拉最大的電池供應商 它簽約到2025年都是特斯拉 都是跟寧德時代來做簽約 那我們從裡面就會找到投資的機會 為什麼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到聚合有沒有 有 我一直跟大家講 聚合它是中國第三大的電池液的供應商 那它的客戶是誰 就是剛剛講到寧德時代 所以特斯拉下單給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再下單給聚合 所以你說聚合的營收會不會成長 就有糖吃了 一定有糖吃嘛 一定會成長 因為基本上前面都在成長 特斯拉在成長 寧德時代在成長 它沒有道理不成長 因為它會下單給它 所以基本上來講 所以之前我才會一直跟大家講 正極材料的報價在漲 電解液的報價也在漲 所以我們從中去尋找投資的機會來講 其實是最好的 那原則上來講 其實你看電池的實際收費股 我有整理給大家 原則上松下 它就是康普跟美琪 所以你看康普跟美琪為什麼會比較強 因為松下其實也是電池第三大 第三大四站的供應商 所以康普跟美琪是接它的單 所以松下成長 康普跟美琪當然成長 所以他們基本上也很強 那你看電解液 寧德時代功課給誰 聚合 聚合是它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客戶 所以所有單都會給聚合 所以寧德時代接特斯拉單在成長 它一定也往上走 這就百分之百了 所以原則上 但是其他的話佔的比重就沒那麼高 你看像立凱 瘦10% 或者你說像龍炭 像中炭 這個可能都在5%左右 因此說再來有一個比較好的是乙盛 大家可以去注意乙盛 因為它佔的比例也算高 有到32%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那我簡單來講 你看我們今天 剛剛韓竹一開始就講到 電池三窮全部漲停鎖死 那麼強 為什麼會那麼強 其實我們早在這裡就跟大家講了 我們從這裡就開始一路跟大家講 這10月8號我記得非常清楚 10月8號就在這裡 那大概120塊 120 這寫到太小了 120塊 大概120塊 你看現在多少錢 140 你看這樣短短也長 雖然說前面長得很慢 然後好像很洗 但是你看 它一根突破多少整理區間 站上了 對 沒錯 你看我說過 股價整理的時間越久 未來突破的行情就會越大 所以它在整年那麼久之後 一根突破 這個通常都是有效突破 它在往上走的一個空間跟機率都會比較大 那康普來講的話 目前它傳出來是怎樣 電池材料產能滿載 那它的特用化學的一個硫酸 跟著台積電在成長 它還額外還有做台積電第三代化學材料 所以說它看9月營收 它竟然還年增36% 代表說它的營收真的有在做一個增加 所以大家是可以留意的 那再來就是6509聚合 也是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它的聚合也是 距離前高 再一步 但是它是收盤新高 因為它今天收盤已經來到67.8 67.8來講的話 都比這邊還要來得高 所以它是收盤價新高 原則上它已經算是正式突破了 你看它股價也整理了四個月去做突破 這個通常都是有效突破 所以我剛才講到 它是電解液第三大工藝商 而且它寧德時代百分之百會下單給它 所以你看它9月營收還是年增的13%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在整個電池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要好好的來做留意 其實我跟很多投資朋友聊天 大家最怕的就是假突破 不過從剛剛的這個聚合跟康普來看 龍哥判斷它是真的就是站上了前高 是一個真正的突破 其實我覺得在超的時候 你也不要怕假突破 基本上 你只要這樣的限制出來突破 你基本上就要追了 基本上 當然你能買到我們在講的時候 這裡更好 當然更低 我們低檔買當然更好 那沒關係你買在這一根 我覺得也沒關係 停損設在哪 你就停損設在這就好 跌破區間低一點再出廠就好 都沒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操作的策略 好 禮拜一感覺是個很好的 新的一週的開始 那麼其實這週還有很重要的是 台股要進入了超級法說週 拿機檔特別值得留意 休息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陳建成老師告訴你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讓理財大亨來找你 好 我們繼續來看大盤的表現 感覺雖然霞幅震盪 但其實陳成老師 你覺得這個就是最好的時間點 對 其實大盤 我們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一直在跟這邊講 其實線大家都會畫了 寄線在這邊 然後 對 有沒有發現 五日線還是怎麼樣 還是持續手紋 有沒有 今天又拉一個下影線上來 這邊你會覺得說它是怎麼樣 它是多空 多空在那邊做膠著 但是我認為在等什麼 其實你會發現這禮拜 我在上禮拜就跟各位講了 是月底作帳 所以為什麼今天康普一開盤 就直接跳空漲停 你去看康普的籌碼 之前都是投信 已經買一段時間了 是 今天檯面上還有很多投信的重倉股 也都持續在飆漲停 我這邊給各位的建議 就是說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投信重倉有分兩種 一種它在月底是會拉高 作帳 什麼叫作帳 就是拉高之後投信不會賣 它把股價撐在那邊 一種叫作拉高結帳 結帳就是它拉高之後 它會怎麼樣 出貨 開始出貨 對 那怎麼去判斷呢 很簡單 如果你們會去研究投信籌碼的 請你注意一下 這一個投信它如果這檔個股 已經沒連買兩個月的 那你要小心 它有可能已經 差不多了 買光了 就是已經買到沒錢買了 那你就要小心它會結帳了 如果是它最近 才開始買 或者這一個月才開始買的 我想在這禮拜 都還有機會再往上拉 趕緊跟投信一起上車 對 我舉個例子 你記得在四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從四月二十到 四月二九 那一個禮拜 友達 群創 彩晶 面板通通集拉 那個角度非常陡 對不對 結果過完五一勞動節之後 因為我那時候我就 在我自己節目跟大家講說 五一勞動節之後 你要先留意面板 果然五一勞動節一過後 面板立刻就飄飄飄直接 怎麼上就怎麼下 所以大盤現在在膠足的時候 可是你發現現在很多中小型股 都非常夯 特別是有話題性的 對 比如說上禮拜突然冒出一個 元宇宙 那今天的這個電動車的 這個電池的概念股 也非常的 對不對 那我認為第三季的季報 陸陸續續都要公布了 所以第三季的這個季報 在公布前 季報成長股都有機會 落後補漲上來 所以你手上有股票的 我這邊很忠誠的告訴你 不要隨便亂賣 真的 因為你像航運上禮拜五去賣 你今天就傻眼了 好 來 對 好 所以大盤 我認為很想震盪 但是你看到今天的大盤盤中 是不是台積電 聯電突然全脂股突然急殺對不對 對 急殺就上來了 我跟你講 這個盤後面還是有手在撐著 對 所以你看到盤中急殺 不要看到一個大量急殺 你就自己自斷經脈 你看到這盤上撒眼就知道 其實我們政府很用心 在後面其實幫你撐著 你不要太擔心 是 好 所以大盤就是這樣子 你要對這個盤有信心 就是投信 在這個禮拜會作帳 緊接著十月 十一月初 很多公司十一月營收還不錯 然後第三季的季報 接著要公布 然後就是要迎接年底 大作帳的行情 OK 好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講完大盤 我覺得這禮拜 對 有一些重要關鍵 你要看 我們上禮拜 其實禮拜一也有跟各位講說 上禮拜你要關注的幾個 這個指標對不對 對 英特財報 特斯拉財報 有沒有 那這禮拜也是美國超級財報週 還有包括我們台灣重量級的電子股 法說 為什麼講重量級 你看了就知道 先看美國超級財報週 禮拜一臉書 禮拜二亞馬遜 這個Alphabet就是Google 再來禮拜三 台股的法說有聯電跟國具 禮拜四美國蘋果微軟 有沒有 FAAG都在這邊超級財報週 好 回過頭我們台股的法說 今天有盛群 上禮拜不是盛群 新唐 報紙有一個非常大的MCU 在講盛群對不對 好 明天重重之重 聯發科 對 還有最近非常標的 字緣 然後還有立望 字緣立望是細字財 OK 我要提醒各位 因為字緣最近非常標 明天也要開法說 再加上投信 已經重倉 一兩個月了 那我這樣講你就懂了 OK 神預測喔 要出來了 再來 台股法說 禮拜三 我跟妳講聯電 好 聯電我認為成熟自成 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現在講說 第四季要漲價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會繼續講 你要留意的是這一家 國具 我告訴你 它已經快被大家給遺忘了 對 被動元件 我講三年前 曾經是我們最熱的族群 它要重返榮耀了是不是 會不會重返榮耀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跟妳講 它今年的EPS 至少40以上 甚至有可能到45 那因為它還會去任列子公司 比如說它轉投資 什麼同心店 什麼... 那些貢獻它 所以萬一它繳出個意外 成績單是50 所以我認為大概在45這邊 我們到時候法說再來看 但是我一直就告訴你說 這一家已經被大家遺忘很久了 對 它有沒有可能像宏達店一樣 籌碼也成店 那如果它這個法說釋出一個 非常善意的利多 也許國際它會有機會補長 來 再來 友達有沒有很多人套很久了 有 我就會收到很多網友的私訊 對 所以友達有時候我在講 這一個 不要去打落水狗 懂嗎 搞不好哪一天它會反撲 OK 那我正好在上禮拜六 我有針對面板產業做一個解說 來 文貌也是成績很久了 立即連拉兩根漲停 有沒有 還有京測這個做探針卡的 對 然後最後呢 台達電 它其實跟電動車是很相關的 它有吃到電動車 有吃到電動車 有吃到電動車 然後面板驅動IC的蹲態 這也是落水狗 對 對 那這個還有Wi-Fi的瑞浴 其實你仔細去看 這禮拜台股的法說都是重中之重 所以各位你不要忽略 那我認為法說前 有一些個股應該會開始蠢蠢欲動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給你列出來這些個股 明天的聯發科這些可能有點來不及了 但是你來看一下 國劇友達 這個兩根漲停你也不要看了 還沒漲的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OK 好 接下來 晶圓代工要再漲 它繼第四季漲價10%之後 現在怎麼樣 又說了第一季 明天第一季要再漲 好 你看到連電監盤通上下去 你是要去砍來去接 如果你相信這個消息其實真的 你去接今天立刻現賺 當沖都有得賺 對 來 它估計明年第一季要調漲10% 而且逐季調漲 立基電估計也是要調漲10%以上 而且每半年要調漲合約價 再來世界監禁也是要估計調漲10% 換句話說我們上禮拜就有跟你講過 晶圓代工到明年上半年都沒有疑慮 都沒有疑慮 所以不要擔心 你敢漲價就代表你有足夠的底氣 對 所以你遇到一些利空的時候 其實拉回你要勇敢去承接 我特別是我覺得 因為立基電在新貴 那聯電跟世界先進都可以注意 那最後就是元宇宙 那元宇宙已經是夯一個禮拜了 那我認為急漲一個禮拜的個股 你在操作上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特別留意 追高的風險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宏達電 其實上下震盪的滿嚴重的 那台積電那就不用看 因為台積電基本上是屬於代工的部分 我認為下面這邊你還可以留意 像比如說像很多人漏掉玉金光 你認為它是光學 其實它跟Apple Glass 也在這一塊也有合作 所以玉金光的股價也是屬於落後的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以上這一些 今天多了一檔叫什麼 鼎圓 我們這邊給你看一下 好 先看宏達電 對 好 我們先看宏達電 其實宏達電你要觀察很簡單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天都有下影線 都有下影線對不對 對 都有下影線 好 很簡單 你要做短線的人 你就來守這個下影線 50塊的價位是不是 其實它這邊都有缺口 它很強勢 如果這邊下影線不破 基本上我認為你個股 你就好好給它爆 也許下面還有一個波段 但是如果你是在這邊追高的人 如果下影線破的話 我認為你要這邊開始做出場的動作 好 那今天一軍突起的這一支鼎圓 來 看到沒有 它的季線 它的半年線跟季線一口氣突破 一口氣突破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短底 有沒有 跟大盤很像 W起來了 而且今天已經正式這個W形成 如果說你真的要看 這一個股的目標價 這個W底我們常講等幅測距對不對 對 這個距離你自己畫畫看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好像不方便直接 講預測目標價 OK 自己算一算你大概就知道會在哪裡 是… 好 這些都是所謂的原宇宙概念股 對台灣的投資人來說 算是一個狠心的族群 龍哥你怎麼看 好的 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當然了 原宇宙這個概念股 在這現階段 我認為還是比較偏向題材一點點 因為你說 紅達店會因為這AR頭盔 現階段能夠獲利多少 甚至轉虧威益多少嗎 說真的還滿拚的 還滿拚的 但是它既然是一個題材 既然是一個強勢股 在技術面上是可以操作 就像洆湞老師剛才講的 你只要去設定好一個下影線 或者你說一個停順點